超越演算法, 盡修世界大事 15分鐘播音新聞 歡迎收聽堅尼地球城同盟15分鐘環球新聞 現在由劉啟源及 AI 女主播為大家報道 這一節的新聞重點有 特朗普遇刺之後出席活動 參議員曼斯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拜登向美國民眾呼籲要政治降溫 三中全會開幕前公佈經濟數據增長達到4.7%遠低於預期 人民日報指要改革向前推進 揭發中國煤油車運送食油的記者失聯 微博上號遭到註銷 英國新政府計劃在議會開幕時提出超過35項法案 英國外相拉米上任後出訪以色列 呼籲加薩立即停火 澳洲士兵被指控協助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 面對武漢無人的士 網約車熱潮 香港的士7月14日起加價 詳細新聞內容 特朗普遇刺後出席活動 參議員曼斯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拜登向美國民眾呼籲要政治降溫 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早前出席一個競選活動期間中槍受傷 日前他接受外媒獨家專訪時提到 今次事件令他進行了深刻反思 並且決定要在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的講詞 不再著重於攻擊對手拜登 而是想直轉這個歷史時刻 呼籲美國人團結 以爭取更多選民支持 他又在訪問中形容 如果不是在槍擊時 將目光轉移到演講的提示螢幕上 或者他今天就已經無法跟大家分享到他的故事 特朗普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上帝保護了他 並且相信這一件槍擊事件之後 將會影響到整個選舉形勢 特朗普經過檢查之後身體並無大礙 他將會繼續他的選舉工程 當中包括在美國東岸時間的星期四 發表演講 另外他亦在剛剛舉行的共和黨全國大會上宣布 俄亥俄州的參議員曼斯 將會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原本考慮將行程延遲兩天 但他最終決定不想因為這種暴力行為 影響到他的行程安排 所以全國大會將會如期舉行 今次的全國大會主題包括 讓美國再富裕、安全、強大及偉大起來 大會的政綱也會集中在擴大總統權力、 減少公職、減稅及解散教育部等議題中 現任總統拜登在特朗普遇襲後發表了白宮聲明 他首先對有關事件進行強烈譴責 同時又呼籲美國人民要降低政治情緒 拜登今次的講話大約長7分鐘 內容集中在呼籲美國人團結 並且強調即將來到的選舉是一個考驗的時刻 拜登另外強調政治不應該成為一個殺戮場 並且向全國人民發出警告 他指美國現時的政治言論已經越來越強烈 政府必須要採取措施以避免出現更多暴力行為 拜登其後又指 特朗普在賓夕凡尼亞州的集會上被槍擊 除了導致他本人受傷之餘 同時事件亦令到一個人死亡、兩人重傷 拜登提到 美國過去出現了很多宗針對國會成員的槍擊案事件 他呼籲大家 應該要透過民主的程序去解決分歧 而不是使用暴力 拜登指 要解決政治分歧的最好方法 就是用選票而不是子彈 特朗普遇刺事件發生後 英國、德國、台灣等各個西方陣營 都即時發聲明慰問並且譴責暴力行為 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早前亦向特朗普致意簡單的慰問 三中全會開幕前 公佈經濟數據增長達到4.7% 低於預期 人民日報就指要改革向前推進 中國第二十屆三中全會 昨天在北京正式召開 在開幕之前 中國國家統計局就公佈了 今年上半年的中國經濟數據 根據內容顯示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為61.7兆 對比起去年同期增長了5% 整體增長符合預期 當中特別受到關注的行業包括有 新能源汽車和集成電路 他們的產能分別增長了3.4%以及2.9% 而另外三個主要的經濟驅動因素 分別是投資、外貿以及消費 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報告指中國在上半年 社會的消費品領受總額達到23兆人民幣 增長率為3.7% 但在房地產投資就跌了一成 而至於出口方面 上半年的出口達到12兆人民幣 增長接近7% 有助於拉動經濟 統計局同時又指 第二季度經濟增速回落 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極端天氣和水災的影響 並且顯示 當前的經濟運行中面臨到的困難 特別是國內有需求不足的問題突出 另外有分析指 製造業在中國經濟中唯一的亮點 受到政府強烈的支持 另外高科技製造業的表現突出 加上整體製造業的投資也上升 分析就認為 第二產業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除此之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在三中全會開幕的時候 就以黨總書記的身份 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出工作報告 並且就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括弧討論稿進行說明 會議重點是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同時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行部署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指 今次的三中全會 將會重點討論如何去進一步深化改革 以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文章中要強調 僅僅依靠人民推動改革 將會是新時代的改革開放重要理念 會議將會繪製出重要藍圖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 另外又有專家分析指 自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一直三中全會都與改革息息相關 以往會議主題都是針對當時的經濟 以及社會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作出調整 而面對當前更複雜的內外環境因素下 中國經濟正面臨有效需求不足 以及社會預期偏弱的挑戰 這些都需要透過改革 去釋放和增強社會生產力以及活力 分析入面有提到 隨著過去支撐經濟增長的後發優勢 以及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房地產市場的供需關係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加上居民、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下降 宏觀調控策略的空間有限 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 以及核心技術的卡關問題都需要透過改革去解決 以下新聞內容由AI女主播報導 揭發中國煤油車運送食油的記者失聯 微博帳號周註銷 早前揭發中國多家食品企業以煤油車運送食用油的新京報記者韓福濤 他的微博帳號在報導出街後10天被註銷 網上更有消息指韓福濤正失聯當中引起大家關注 韓福濤和新京報另外兩名實習記者在7月2日發表一篇名為灌車運輸亂象調查 卸完煤製油直接裝運大豆油的獨家報導 報導內指出 有部分的油灌車在會兼運煤製油以及食用大豆油 而在交替的過程並無進行過清潔和消毒 報導內指韓福濤和另外兩名實習記者 在5月中開始調查事件 他們三個的採訪過程持續過半月直到7月2日才正式公佈 報導出街之後 事件引起廣泛討論 官方也都向公眾只會介入調查 而相關的企業也都承諾主動了解事件 並指事件引起公眾恐慌向大眾致歉 但是在時隔10天之後 有網民發現韓福濤的微博帳號被註銷 搜尋新經報韓福濤的時候會顯示用戶不存在 甚至顯示該帳號因用戶自行申請關閉 現已無法查看 另外亦有有聲稱認識它的人子 韓福濤現證失聯 事件再一次令到中國境內多人討論以及關注 回到劉啟源時間 英國新政府計劃在議會開幕的時候提出超過35項法案 新任首相思紀賢辦公室就指 英國新政府正準備為星期三議會年正式開幕準備超過35項法案 並且會將經濟增長放在議程核心中 詩紀賢在今個月初大選中帶領著工黨以壓倒性的姿態 擊敗了保守黨的新衛城 結束了保守黨14年來的執政 詩紀賢表示 新政府的目標是要提供一個穩定促進增長 並且在全國創造財富的環境 他提到 在這35項的立法內容中 當中包括有一項是強化新支出規則的法案 以及增強獨立預算責任辦公室的角色 意味著重大的財政公告會受到適當的審查 而詩紀賢就參加上星期的北約峰會之後 立即啟程返回英國 他解釋指 這是因為新政府的任務時間非常緊急 沒有時間可以讓他浪費 詩紀賢又補充指 新政府將會全力以赴 推進重建國家所需要的法律 而英國首位女財政大臣李夫斯 日前提出 將會推出增加住宅房屋建設 解決基礎設施項目阻塞的情況 以及吸引私人投資的計劃 並且透過新設立的國家財富基金 吸引更多的私人資本 進入新興和增長行業 以支持增長和達成正令排放的承諾 英國首相拉米上任後出訪以色列 他呼籲加薩立即停火 另外新上任的英國首相拉米 近日首次以英國外交大臣的身份 訪問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地區 並且呼籲加薩地區要立即停火 拉米形容 在近幾個月來 生命的損失非常可怕 以巴雙方都必須要停止這一切行為 他同時有要求 有關方面 會要求釋放所有被加薩方面扣留的人質 並且增強在該地區的援助 拉米在訪問期間 分別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 以及巴勒斯坦總理穆斯塔法進行會談 並且有與部分 與英國有聯繫的人質家屬會面 其中一位家屬表示 拉米向他們承諾會盡一切努力 給人質回家 英國政府也承諾會參與相關的過程 而在會議中 拉米又強調 英國政府將會推動和平和穩定的發展 並且支持巴勒斯坦的改革計劃 拉米提到 縱使當前的局勢艱難 但是他們必須要依照國際人道法去進行戰爭 他另外 有對英國援助卡車進入加薩的困難表示不滿 認為這一切的過程 是受到以色列軍方複雜檢查影響 而造成救援的延遲 而新上任的工黨 最近被國內部分穆斯林選民批評 他們認為工黨對以色列的動作不夠強烈 拉米表示 他們會考慮到相關的評估以及法律的問題 並且希望盡快能夠向國會報告 而內塔利亞胡表示 以色列將會繼續戰鬥 直至到所有人質獲釋 並且成功摧毀哈馬斯為止 一名澳洲士兵被指控協助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 早前英國廣播公司BBC有報導指 一名澳洲女兵和她的丈夫 因為涉嫌協助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 根據該篇報導指 被捕的士兵40歲 其丈夫62歲 該對夫妻都是在俄羅斯出生 現時是澳洲公民 報導中提到 他們成功取得了澳洲國防軍的資料 並且計劃將這些資料提供給莫斯科 但澳洲警方強調 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未發現任何重大的軍事秘密洩漏到俄羅斯 這對夫婦將會各自面臨一項準備從事間諜罪的罪名起訴 這項罪名最高是可以判處15年的監禁 這次事件是自2018年後 澳洲推行更嚴格的外國干預法以來 首次用到這條法律去起訴間諜罪 澳洲總理安東尼亞爾巴尼斯表示 他已經收到來自國家安全機構的詳細報告 但由於案件目前正在法院審理進行中 所以不方便評論 澳洲聯邦警察專員向BBC透露 這對夫婦在澳洲生活超過10年 幾年前已經成為澳洲公民 面對武漢無人的士網約車熱潮 香港的士在7月14日加價 市區新界以及大嶼山的士在7月14日全面加價 起標價直接加2元 而根據新的收費 市區的士起標價為29元 新界的士為25.5元 大嶼山的士就是24元 而市區的士的跳標價 每一次為2.1元 新界以及大嶼山的士跳標價加至9元 另外 根據長加短減的機制下 市區的士每達9公里後 跳標價為4元 新界的士在8公里後 跳標價為4元 而大嶼山的士在20公里後 跳標價為6元 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裏 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 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